好嘞 去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姊妹騎跳 今年是第二次 我們兩個 這次的享受非常的豐富 那我講最大的改變就好 去年的時候 做個副的享受就很受不了 可是都會想要 趕快去上個廁所還是怎樣 出去外面繞一下再回來 因為我覺得我快杜菇了 雖然 在台下的姊妹都聽得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津津有味 台上的弟兄又有手 又有手的動作 又有各方面 可是我就是很疲憊 但是這一次呢我非常的享受 十堂課我還抄筆記 那還跟新文姐講說 為什麼不半年來一次呢 都享受 而且應該學校的公民課本 應該換掉要改成這樣子 因為這實在太 生活化太有用了 但是書本上面那些知識道理 根本不及主耶穌的話 對 我覺得說主的話是最受功用的 那我們這次去 所得到的分審就是說 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主要做到我們裡面 日日更新快 讓我們吃喝享受祂 吸收祂的話 再變化成祂所要做成的人 把舊有一切忘掉 要努力向前 對 我覺得很感謝主的是 這一路上 跟著弟兄姊妹的腳步 雖然有時候會跌倒 還有時候蛇行 但是還好最終的目標 都是走到更美的 屬天大陸 對更美的屬天家鄉 真的是需要操練 還有弟兄姊妹的扶持跟帶導 當滿落的時候 旁邊的弟兄姊妹又會幫你拉起來 還有主的話又會精心密 是一定要 真的是要擺上自己的時間 擺上自己的那一份 主才有辦法進來 心要先敞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真的是心要先敞開 當我把心關起來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人的話 神的話我都聽不進去 還有自己想一大堆鬼的話 對 所以真的是 我們的目光要對 耳朵也要敞開 所有的都是要由主 主來引領 敬透在主的愛裡面 才能夠讓自己 徹頭徹 徹穩的 阿妹 主來感到 阿妹 還有這一次 我很享受八個字 阿妹 要先享受 分次 才能夠去 分次你所享受的 自己都沒有所 都沒有享受到主的恩典 主的愛 怎麼有辦法去在生活 生活當中 還有釋放 讓釋放當中 有主的愛在裡面 阿妹 因為自己都拱不上 有時候服侍 還有越服侍 越累 所以應該先充分的享受 主的恩典 讓祝職靈罩裡面 得著長大 還有辦法再去 分次這樣的愛給 阿妹 感謝 阿妹 謝謝 阿妹